這次就是剛才你也說自己去推出自己的單曲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感覺好像是從Walber & Candy 初出道自己一手一腳所有的事情 自己去幫忙搞 自己去讀、自己去想、自己去安排 包括這次我看你們的MV好像是一個很... 很小人,但就完成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可不可以說過MV其實你們是怎麼搞的? 其實我是...我會覺得我是有半打游擊 但有一半plan的處事風格的一路都是 那我最初就找了一個朋友叫做Karma 就跟我說不如拍一條影片吧 但我那時候是沒有idea的 就是跟他去周圍看看 但我是知道那個背景一定是城市的了 一定是香港的街景來的 就是這個是一早已經想好了 那我就跟他去... 兩個人就這樣周圍在香港走走走這樣 還要是凌晨 因為想... 想feel一下究竟... 那時候沒有什麼人出街嘛 還有12點後的香港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那我跟他就... 走了四晚周圍去... 有去旺角、銅鑼灣、中環 但是那時候是凌晨 沒有這樣走走和拍一些碎的片段 然後之後就... 有一天就看到另外的導演阿星 認識了很久 因為他幫Robin Candy拍過很多影片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最近跟朋友周圍都這樣走走走 打算拍一條影片 然後他就... 走走走走 不如你扮太空人在香港走走走走 我覺得挺適合你的歌和這件事 然後他就referch了一個朋友給我 就是... 做一些美術的... 的props 的人 然後他就幫我製作了一個太空衣 然後他也是... 很神奇 我發了一首歌給他聽 他就馬上說 我幫你喔 一定會做喔 我... 我很有感受 我聽完你的demo之後 這樣 所以每一個小團隊裡面的人 其實都是... 有同一個信念 在做這首歌 那我就覺得... 嘩... 這件事很無管動 又穿著一個太空衣的太空人 來了香港這個地方 去看一個深夜的香港 看看究竟現在這個地方 在一個什麼狀態呢 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到感受去遊走 其實... 自己之前已經可能去探過路 知道那些地方是這樣 但是當你穿著這件太空衣的時候 你入了這個角色 你再去拍MV 有沒有特別的感受在那裡? 有喔 有真的... 很有感受 因為... 沒有戴了頭盔走 你... 聽不到身邊的東西 因為... 即使阿昇跟我說話 我在衣服裡面 我是不是太聽到的 即是我要揭起那個面罩 我才能聽到的 那就真的... 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就是你聽不到車聲 聽不到馬路燈聲 聽不到巴士的廣告轉的聲 就... 就... 只是... 只是眼看著一些街道 還有... 可能... 有些新的店鋪 有些店鋪撿了一顆 然後... 有些廣告版 以前不是這樣的樣子 但現在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就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感覺很... 很深 所以在你的MV裡面 拍攝著香港的夜景 它都開始變形了 嗯... 其實... 那個位置是一早已經覺得... 因為那個Music Break 是一個很... 想將那個情緒 去推到最... 寬闊的感覺的 那一段 那就更加覺得我們... 現在很多事情好像很扭曲 無論是這個地方 這個世界 或者每天都發生一些 啊... 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 就是誰搞成這樣 就是我這些... 這些問題其實... 很多人都會問 但是是沒有答案的 就是沒有人知道 那麼... 我就希望... 就是將這個情緒 用這首歌Capture了 就... 我覺得很流行是我有音樂 幫我宣洩這一方面的情緒 是的 在這首歌Capture 我們再次他們認識 我們做得來的 我們做得來的 都沒有 可能我看你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